接下来故事的主人公 用心灵手巧来形容它 一点也不为过 因为今天在舞台上 我们也看到了 有很多它的作品 先映入了我们眼帘 没错 而且这些作品的话 都有非常深刻的国潮元素 我们一起来看看 来看看 孤舟梭立翁独调韩将军 头发真是都白了 看出这什么质地了吗 什么质地的 你要看它这披风 梭立 宗边 对 但这个是竹子的 这个是竹子 你看这条龙 你们学校中学的时候 那个墙上挂过像爱因斯坦 什么的这样的像吗 挂过挂过 就能记得爱因斯坦 兔舌头那张照片 就很像现在这条龙的样子 是吗 对 怒发冲冠 贫蓝处 这个也是用宗语 是 做的 这边是虎声双翅 虎声双翅 哎呀 你都知道 好厉害呀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叫这名字 那究竟到底叫什么 表达得有什么样的寓意呢 我们赶快请上 这些作品的作者 有请钟修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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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王庆监 我说想看一下 你这衣服的质地 应该是疯癫的 我觉得 变了 想变个缩衣对吧 哪里人 我老家是四川梁山州 梁山州的 对对 我是汉州 我在嘉欣定居也差不多 21年了差不多 四川梁山人 但是一直在浙江的嘉欣工作 对对对 您的工作就是背后的这些 中边手艺人吗 这不是 这是我的一个异域爱好 异域爱好都来到我们节目了 那实际上你的工作是什么呢 我们是生产毛衣的毛衣厂家 就是资产自销这种 那生产毛衣的毛衣厂家 为什么会想到要做中边 这项飞移的项目呢 因为我从小就是受到长辈 像我奶奶他们那辈的薰涛 对吧 我们那时候小的时候没玩具 就是小的时候就是来了 他们编个小马仔 小蛇跟我玩 这个特别有气 后来的话就想到搞这个 现在中边在四川也是一个 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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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编的这个四大神兽 我们不是左青龙右白斧对吧 前作曲后玄武吗 这就是玄武 对 玄武 它这个就是编的 我们知道那个 比如说跟头发丝热一样的 那个是中 对对对 刚才那这个也是吗 这个不是 这个是那个中叶它是白色的 只能说它中心 这也是中叶是吧 对对对 也是中的一部分 对对对 这个是中叶的老的意志 我们还以为是竹叶呢 原来是中叶 不是不是 这个玄武是龟蛇合体嘛 对 它这个整个是一体的 然后这个是最近重新的作品 你包括这个作品 刚才我们在看它的时候 觉得很有意思 它的制作材料还是挺多的 对 它其实就是中铝一样 这全部是中铝一样 刚才主持人说是那个竹子 它不是竹子 不是竹子 对 它其实中铝一样的意志 然后编成那个席编 它不是我们江南水乡那种感觉 对吧 我们 其实我们这个中编历史 很悠久的 它其实可以追溯到唐代什么的 像那个唐代诗人说的 那个有一句 轻弱绿缩衣对吧 西风续雨不虚归 就是这样的 就是缩衣这个 小的时候我们也穿过这个 我在老家是穿的对吧 然后我们放牛 放羊 挂在墙上 然后再配一个大的一个草 一个帽子 对对 我们放牛的时候 下雨啊什么就戴着这个 所以说这个中鞭的话 它其实真正历史很悠久的 它还有一个故事就是 在这南地区对吧 有华南福出没 然后有人就是被那个老虎 紧追不舍嘛 在这危机时刻 他就穿上桌衣 老虎大吃一惊 以为是什么怪兽 就落空而跑 对 你知道很多呀 关于这个中鞭的故事 对 因为 那个时候老虎那么傻吗 对 它其实就自己就是怪兽 还有一个怪兽下方 它是靠稳的好不好 做中鞭已经做了多少年了 小的时候反正是六七岁的时候 就给老虎他们学点东西 那么 但是放掉一段时间 因为我们出来打光对吧 出来工作之后 你自己要挣生活费啊什么的对吧 然后你要开销 那么你没时间去研究 后来 差不多应该在08点的时候吧 然后我在 偶尔在那个电视上 看到一段节目 就是就是 过我们这个中鞭飞这块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我自己会嘛对吧 然后呢 我就全部就重新撕起来 然后就 研究了一下 倒笔了 然后又创新了自己好多手法 对对对 然后把那个编法线回来之后 我就不停地创新 不停地创新 不管是编法 材料 对吧造型 还过方便的 就是创新 对 那个二维码也是你创新编出来的 对 这个我一直就久久地望着它 不知道它该怎么解释 这个你扫吗这个 可以啊 这个扫吗 对可以 可以用拿手一块扫一下 可以现场试一下 这个二维码是什么的二维码 这个是打包袋 打包袋编织的 然后等时候 我是正面是微信对吧 然后反面是珠宝 付款给曾修权 这个收款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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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个收款码呀 我以前我老婆不太支持 我玩这东西 她就觉得可能不误正义对吧 每天编的东西也没什么用处 所以爱人是因为这一张二维码 之后是改观了 对你喜欢玩转编的 这样的一个印象 是的 是的 到现在的话 比如说我还没回去 她就首先把空调打开了 她说你去编吧 太支持了 对你这么好吗 贤惠 好支持你啊 正宗的像您一样 在传承这个记忆 并且有一定的水平呢 有多少 我估计可能早出一百来个 也差不多吧 对啊 就请问好想问问你 这么多作品 其实现在在我们看来 也是非常精致的一个工艺品 级别了 那你这些作品 有没有出售过 没出售过 这么漂亮的工艺品 都不出售 人家想买怎么办呢 对啊 那你看 比如说陈铭就很喜欢 这一只非常棒 我好喜欢这条扫把笼 对 想买我都没卖 从来没卖过 是不是很多人都喜欢 这条扫把笼 这个刚搞出来 刚编出来 很多人都喜欢 为什么不卖 因为怎么说呢 这个手工艺 它花的时间和精力太多了 对吧 编出来作品手都卖 然后我想留起来 我想编个动物世界 或者是我想以后 编那个山海经里面的 所有的动物 我全部编一遍 编好之后 我到时候开个过展啊 对吧 或者怎么样的 我全部把它收藏起来 那你的计划 还是很长远的 对对对 我觉得你可以拿中编式 编一下这个精灵十二拆 就这样的话 它能够改变就是中编 大家的一种传统印象 可以结合嘛 就是比如说中编是它的形 它的神的话呢 比如说表情的话 可以借鉴一些绘画的技术 对对对 还有的话可能就是脸部 可以用面术 或者用其他方式表达对吧 身体可以用中编 就还有些比如我们传统的门神啊 对吧 玉石宫啊 奇书宝啊 钟馗啊 这些 有太多的人物可以表达 是 就是咱们中华文化的这种一部分 没错 修全结婚了有孩子吗 两个了 两个孩子 那他们家的宝宝太幸福了 简直就是可以生活在父亲做的这些玩具当中 对 每个都很有意思 家里从来没花钱买过玩具 他们喜欢吗 喜欢 我们小的时候 因为我小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没有电视对吧 嗯 啥都没有 玩具所有都是靠自己搞 嗯 我们什么弹弓啊 什么钱自己做 所以说现在小孩子 我们自己便跟他玩玩 那您孩子也会做吗 会一些简单的 啊 今天我儿子又来到现场了 你把孩子带过来了 对对对 他以北京也没来过 然后我们来了正好也玩玩 你两个都叫来了 来了一个 为什么厚此薄彼 还一个太小了 因为他幼儿园都没上 把上台呱呱叫 让老大上来 有请一下曾修全大儿子 好 小五个个儿挺高的呀 来 来 打个招呼 来 跟大家打个招呼 这么高了 我叫姚艺诚 来自这家人嘉心 今年13岁了 13岁了 哎 你说你叫什么 姚艺诚 你爸不是姓曾吗 因为我们家怎么说 我们家 我老婆她是独生子女 对吧 然后我们就友好习上了 然后一家一个姓 对啊 会做中编吗 对 跟爸爸学的 都会做什么 蚂蚱 小鸟 鱼 有没有带自己的作品来今天 现场编了也行 现场也可以编是不是 对对 来 上桌子 好靠你 来 这一桌子的螃蟹螂啊 这个真是个动物园了 这好喜欢这个呀 对 这个是彩带编的 就是我们会尝试不同的材料 用这种编织工艺 这个就是我小的时候 在路边街上 街上能看见的 对对对 这个就是他们走大街小巷 对吧 就是卖这种叫卖的就是这个 蚂蚱 这个就是家里边街上赶集的时候 卖的最多的就是这个蚂蚱 对对对对 小的时候我们就是这种 然后小孩子是这种 对 认识吗 就是 冰河四季 冰河四季 冰河四季一直追那个 针子那个 对对对 会天波地利的那个是吧 对对对 因为怎么说呢 这个飞翼的话就是 年轻的加入进来对吧 然后他才传得更好 所以说我会变一些动漫的 就是提起小孩子喜欢的东西 然后让他们年轻的对对对 都取起来 加入这个中边这个行业 简直爱不释手啊 看到吗 这个是癞蛤蟆背天鹅 这个叫癞蛤蟆背天鹅 对 它其实就是 天鹅中了一件 中了一件 它背好它把它做好了之后 它们就相爱了对吧 那后来是 因为种种原因分开了之后 它就特别伤心 然后它就变成金蝉对吧 就是后来只认天来不认人 就是这种感觉 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就是一个民间典故对吧 这都很快地编出来一个吗 我们正常三四分钟对吧 然后三四分钟就编出来一个蚂蚱 对 来 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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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选择蜻蜓 这会儿拿去玩 拿去玩手 拿去玩手 对 就这么一片终叶 就可以编出一个蚂蚱 再加点那个字幕 还有加点那个腿 来 揪一下 揪一下 用指甲穿过去 对 然后划 好 好 来 你叫这个哥哥 我叫这个姐姐 整个剖开 上面 然后第二步 来 我们打一个圈 对 这样吗 这样 对 套在这个颜柄上面 我快放弃了 把这个 然后往里边绕 往里边 套在这上面是吧 是这样吗 对 那我们第三步 上面的这个叶子 对 然后再折一下 折一下 对 这个圆位 这里 你看 这样 它就回来圆位了 对吧 然后圆位 我们继续重复这个动作 往外翻 对 这样往外翻 然后这样给它归位 对 好学生啊 坚持啊 三好学生 我这快没了 够吗 不是 这会儿拉长就可以了 因为它卷过来的嘛 哦 还能拉长 对 加油 加油的话 对 张鱼 你觉得应该加什么油呢 我觉得应该加长安花菜籽油 为什么要加长安花菜籽油 味道好 你看 人家都知道 高原小丽味更香 然后 然后 然后把剩下的这两根 把它撕成四片 然后交叉打结 你看 我们左边的上面根 跟右边的下面根 就像继续的一样交叉打个结 你这个蚂蚱像是秋厚的 对 厚不了几天了 然后我们把它这个 这个翅膀给它剪出来 这边它 好像有点反 还能挽救 可以 可以 第一次学这个 编成这样已经满好了 是吧 对 最后一步就是 还有 把这里穿上去 这下面戳一个洞 就是方便它拎起来 玩耍断 把下面穿上去 好 好 下面展示一下各自的作品 对 这些很漂亮的 里面是什么 我呢 陈铭那是陈铭那是陈铭那是陈铭 你做的是这个 真的吗 陈铭做的 这个是新作品 对对对 你解释一下 对 我解释一下是吗 来 张宇 你觉得他看着像什么 相互爹结 说对了 你看 就我们说什么的话 你就都说什么 我做的就是一个蝴蝶结 很漂亮的 我跟你讲 我觉得在做这个的过程当中 好像找回了儿时的很多记忆 当时休闲在想要做中编的时候 满脑子想的 也都是自己在大梁山时候的 一些儿时的回忆 对 因为我们是那种 大梁山里面长大的对吧 嗯 都是山清水秀 还有就是一家人 都过得特别温馨 我们兄弟五个了 我排行老五 我最小的一个 那时候我们没什么电视的 也是全程人 只有一个电视对吧 一到下午我们 全部跑到一家去看电视的 都特别温馨对吧 嗯 后来嘛就是 每家人家都有电视的 每天就是一家人 就是围在一个地方 就烤火聊聊家常啊 什么的对吧 都特别温馨 也会有像我们这样的时候 一家人在一起 对对对 对对 你说现在小孩子怎么 一天就是手机游戏啊 或者怎么样的呀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 像我们飞翼中心对吧 联合教育局 就是搞飞翼进校园 就是为了让小孩子 你们就是多取一点传统手艺 对吧 也能跟飞翼走得更近 对对对 这种既传承的传承文化 又锻炼了孩子的那个 动手能力 动手能力 还有就是那个 就是空间想象力 对吧 这个其实蛮好的 因为你学会编法 你就不管什么作品 你都可以编 天吧星空的 其实是 是的 没错 孩子回过老家吗 跟你 我们差不多两年啊 什么时候回去一次 对 爸妈还在老家吗 现在在老家 因为我哥还有小孩子啊 什么家里有些 他读书啊 有时候寄送啊 要照顾一下 那是你老家的房子吗 对 这个是我长大的地方 对吧 现在就是最近 我叫我老爸拍的 因为我们那个村 只有我们一家没拆了 就老房子 现在他没拆之前 我想把它记录一下 然后我想用我这个中编 这个给它编出来 我编个场景类的东西 对吧 老房子全部编下来 然后我周围的 我们后面还有羊棚啊 牛棚啊 什么 我小时候放牛放羊子 过场啊 什么都干过啊 所以每每在编中编的时候 都会想起家乡 想起过去的儿生回事 是的 是的 想起我们父母 对吧 你看辛辛苦 把我五个拉扯的 这太不容易了 这是在编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房子的瓦片 我就尝试 这个是你正在编 对对对 还没有完成 在外面漂泊这么多年 对吧 你就是有个思想情节 嗯 就想把它编出来 然后就是以后 留个念想什么的 对吧 所以你刚才说到思香 在文学作品当中 我们说香愁 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但是今天在曾修权的手中 香愁好像就是这样的一件 宗编作品 记录了自己的儿时 同时呢也能够让自己 无论身在哪里 都能够想起家乡 想起自己的亲人朋友 这片故土 而且正是这片故土 才给予了我们更多的养分 能够让我们无论走到哪里 都不忘初心 不忘来时的路 是的 是的 带儿子回去也是为了这样的一份初心 是的 因为他这边家庭这边 他没有山什么的对吧 回去 哇 特别兴奋 然后我们去年吧 去年回去 下得好大的雪 特别厚 然后在雪中就打滚了 杀坏了 打凉山的雪 对 特别厚 去看了爸爸的老家 你觉得怎么样去凉山 好玩 怎么好玩了 这 不是那个雪吗 然后就停着那个天 就像滑梯一样 然后我就坐上去玩 你看了老家的老房子吗 看了 你觉得破吗 有点破 那爸爸小时候 就是在那个地方长大的 在你眼里就是破 在我们 我也 我心中的话就是 一个温馨的那种一个家 对吧 因为我们从小就是 这种地方长大的 所以要带你去体验体验对吧 休闲呢 就继续把中边这样的一个美梦 编织下去 让我们也看到 关于家乡更多的画面 我也想把这个中边真的 好好地发言更大 让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 对 因为这个飞仪啊 我就想它地气点 比如说我会就是经常编戏 像生活内的 场景内的对吧 或者是像为吸引小孩子 我会编一些卡通的 动漫的 让他们产生兴趣之后 他就愿意进来一起学学 飞仪这项文化 正因为有了兴趣 才会让更多的人走近它 了解它 并且有人愿意亲手尝试 传承它 是的 是 因为都说 那个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对吧 因为我的话就是真的是 完全就是一个兴趣爱好 挺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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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送给我的父母 对吧 感谢他们把我尽一口养大 对 也送给所有的离乡之人 对 对 对 能够在梦里回到自己的老家 有机会 常回去看看 看你吗 不见除了 只不见不见 只不见他们 就会愿意 不见这些还没 有一条 看你怎么不见 不见到这些人 我这样的 都不见那些 就会 你会 又爱了 不见我们 隔不断 远方的牵挂 故乡故色故事般 是梦里老家 茶圆悠悠飘着阿玛的碑楼 天夜弯弯飞我们的离花 啊 谁怀赞家乡 万里烟霞 听听这呼歌 早日百姓融化 走出云雾中的小山村 绝走不出 如是梦花 梦里老家 如是梦花 梦里老 啊 江江 啊 江江